最想流出的幸運 愿我們和你一起曾經 現年32歲的王大陸 不管是菲文或真命女友 到現在又把酒味之多 不屬她的麻吉柯震東 只是她真正認愛的 只有來自大馬的蔡卓怡 本以為蔡卓怡坐實王大嫂 怎麼知道 兩人一次停電了 王大陸剛結束一輪 從中國大陸電影郭柱一直在杭州廈門等地的宣傳 本來因為他會圖方便留在當地 但原來已不辭辛勞喬喬返台 其餘朋友突然從自家的巷口串出 哇一桶朵紅頭髮普人也能注目呢 不過更稀進的是 王大陸的手腕上 是出場時價格約新台幣30萬元的 佩娜海特別版名表 啊進小編科普時間啊 佩娜海作為義大利的豪舍品牌 公司創立於1860年 據資料啊 結合義大利的設計風格與瑞士的製表技術 打造出極具現代感的手錶 啊以上本集沒有收業配 王大陸看似渾身準備好要出門遊街 但不知是自帶通靈體質還是經驗老道 一下就感應到我們敬哥哥 現在巷子角落窩了一下才有走出 看來最近行程很怕曝光哦 突然後來某天本來就拍到 王大陸叫了一輛渡源計程車 上車時身邊還跟著一名留著長髮戴著口罩 背著愛馬仕康康包的嫩妹 兩人約會到一個段落 正準備搭車一往下個地點 誰知通靈王大陸上車之後 就展開擺脫靖哥哥行動 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 通靈王大陸的司機非常努力 不斷在台北市建國北陸復興北陸 與新愛界一帶繞啊繞啊繞 不知道司機大哥是不是像這樣要求 這輩子沒見過呢 可見車上這名女子對王大陸來說也非同小可 試圖好好呵護新感情 只是靖哥哥也不是省油的燈鎬 王大陸只好迅速鑽入好友紅武家的停車場躲避 畢竟哪先前王大陸與蔡卓一分的不是太愉快 哎呀,會怕會怕啦 今年農曆年王大陸陪蔡卓一回到大馬家鄉過年 順便見見家長 之後兩人回台常呆 還被本刊直接約會買首搖影 拿制不久後就爆出兩人情便 互相取消追蹤、關注 今年7月傳為愛來台的蔡卓一 以後住在王大陸新衣區的舊駕 就在似乎複合之時 有民眾爆料王大陸與一名身穿黑色細肩帶 上映著長髮女子童油和阿蓮 原本以為女子是蔡卓一 卻遭否認 更有說法 蔡卓一後來孤單離台 王大陸明明也在台灣卻沒有鄉送 再一個往前 兩年前前任Ivy與蔡卓一交接時 王大陸先是多次被本刊 指揮Ivy熱戀約會生活 結果蔡卓一緊接曝光 中國大陸網友當時也為此 創出新詞大孔之菜 更讓前女友陷入情商 刪去一張張公開恩愛的畫面 再跟往前的江漢娜 竟欲竟離奇相似 哇這套連續一耍的行雲流水呢